大家好 我是Hidy 通常去完旅行我都會在IG開個Q&A 平時大家會問我有什麼必買必吃 但今次我發現有條問題跑出了 就是一個人去旅行如何拍照 我會戴什麼工具 戴什麼腳架 所以我就打算這條影片 集合其他旅行好物一次過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不要錯過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不是關子 直接公開兩個我用手機拍照的超級神器 這個很薄 像卡片一樣 其實是腳架 牌子叫M.O.F.T 我是在台灣一些IG的朋友燒到的 然後它是可以這樣屈下來 變長 然後再把它打開 這樣就變成了一個手機的枝架 之後我們拿個電話 要用一個MagSafe的電話殼 吸上去 就緊的了 直的 向這邊也可以 然後向這邊也可以 去到這樣打橫都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它也挺緊的 你看它這樣也不會掉 所以你在這個時候想用它的後鏡 前鏡去拍照 完全可以的 你只要找到一個地方架著這個手機支架 就可以了 就算我在海邊 我也是找一塊石頭把它架上去 然後就把它放到我想拍的位置 然後教時間制 跑過去 然後就做一些姿勢 這樣拍照 沒有問題的 一個卡片形狀 的東西已經可以做到一個手機的腳架 我真的覺得超級方便 唯一的缺點就是 不要看它這麼小 這麼輕 它也挺貴的 這個我在HKTV Mall 在Pinkai看到 都是$300左右 所以買的時候 我都想了很久 我怕是伏 不過用完是超喜歡 除了用來拍照做腳架之外 就是在飛機上面 因為我那些全部都是抽獎的機票 在廉航那裡 零元那些 是完全沒有一個電視 可以看電視的 所以我就會下載了一些Netflix 和Disney Plus的影片 之後就把它不一定打動的 可以打橫的 然後放在桌上 做一個自己自製的娛樂影院 加上耳機 完美 大家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搜尋一下MOFT 它有不同的顏色 我就選了這個灰白色 然後另一個就是它 這個圓形有沒有少少密集式恐懼症 不要小看它 它一樣都可以配合一些 MacSafe的電話殼 吸上去 然後怎樣用呢 就是你會找到一些 膠或者玻璃的地方 就把它吸進去 看不見到啊 它就是這樣吸緊了 打動向這邊 它都不會跌的 它真的絕著了 所以如果你想拍到全身 你前面是有一塊玻璃 你就可以隨時隨地做到自拍 開Live 做什麼都可以 這個在哪裡找呢 我都不記得 應該是肥仔開瘡 或者倒閉瘡 會有得買的 它有不同的版本 有些是正方形 有些是圓形 我看這個有這樣的勾勾 其實沒什麼用的 只不過我拔它的時候 如果它沒有了這個勾 它就會難拔一點 有這個勾勾 它就拔出來 這個很便宜 沒有記錯是二十多三十塊 這樣十倍的 但是說真的 這個用的地方是多一點的 任何你弄得起它 就算你不一定要打開 那麼大個 真的你的位不夠 不一定要把它反出來 它可以就這樣 已經是做到一個手機的架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它是方便好多 但是當然它就貴很多 這個也是方便的 它那個牌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的牌子 叫做Joy Room 總之我就是在一些雜貨 買一些手機架 腳架 燈那些地方 就會找到它 這兩個就是我今次獨遊 非常之重要的成員 大家看到一些很漂亮的照片 就是他們拍的 真的獨遊拍照不求人 沒有問題 然後大家都會問我 究竟今次拍片用什麼相機 就是 DJI的OSMO Pocket 3 如果大家在觀望中 放心入手 真的很好用 你看到上一條玩滑板車的影片 所有的畫面 我沒有記錯都是用它的 因為拿著它 真的太過輕巧了 還有這個包包是我買的 全部都是原裝的 首先就有這一部的機器 它的鏡頭是這樣的 然後當你打開了它 一拆出來它已經是打開了 之後它就會 可以 這樣 控制 這裡 它有一個Joint Stick 這個Joint Stick 是可以控制到它的方向 甚至乎是zoom in zoom out 都可以做到的 然後完全一隻手指 不是一隻手那麼簡單 一隻手指功 已經可以操控這部機器 按三下就變成自拍 所以我覺得它好的地方 就是鏡頭 你不需要擔心 好像電話一樣 它的後鏡和前鏡的質素不同 因為它是用同一個鏡頭 向前向後拍攝 手是不需要拉到很盡 就這樣微微彎曲自然 已經可以拍到我的樣子 再加上後面的背景 然後如果不夠 我買的時候 這個套裝是包了一個廣角的鏡頭 很小顆 我上次差點不見了 這個鏡頭是磁石的 吸了在上面 就變成一個更廣的鏡頭 所以我覺得它非常方便 然後我買的這個Creator Combo 還會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包了一個無線咪 所以大家看到我玩滑板車的時候 為什麼環境聲沒有什麼 跟著沒有什麼風聲 是聽得很清楚 我覺得是很好 不需要再插另外一個Adapter 你只要打開它 它已經會自動Connect了 在它的機器那裡 我真的覺得超級方便 它也有毛毛的 但我沒有用過這個毛毛 因為我只用這個無線咪 我覺得它收音已經不錯了 之後就有一個自己的腳架 這樣塌下去 其實它是一塊Adapter 可以稱為Type-C的頭 插進去這裡之後 你可以用它來充電 這裡又有Type-C的位置 之後它也包了一個小小的腳架 你扭了上去之後 就可以站得更加高去拍攝 你看到也挺穩陣的 還有一塊的充電 雖然它是不可以完全100%充電 大約是70%左右 但是我覺得已經非常之夠用了 它們都是用Type-C很方便 所以你有任何的Portable 你都可以幫到它充電 它可以做到影相 然後拍片的質素是可以4K的 所以正常我們要拍片放上YouTube 都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它除了可以打橫拍照之外 還可以打凍拍照 都可以拍照 所以有些朋友喜歡拍Reels 拍IG的東西都沒有問題 但是它打凍就不可以4K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 它是3K60而已 它是一個MicroSD的卡 我不是非常非常之厲害用這部機 我也是懂得開機、關機、Zoom 還有自拍和拍外面的東西 很簡單的操作 不難上手 價錢我買的時候是4899元 就是在尖沙咀的專門店裡訂 那時候是沒有現貨要訂的 我訂了兩個多星期 現在我不知道它的貨員會不會更多 之前我一直都在用Canon的G7XM2或M3去旅行 再加上腳架 我發現用這部機是整件事滑很多 一來它是超輕便 比起相機它是輕一些 第二就是拿著這麼小的東西 拍片的時候沒有那麼尷尬 有時候對著相機一路說話 就算人們聽不明白也好 人們都會看一看 但是拿著它 我發現尷尬的程度會減低 人會自然很多 不怕要閃閃縮縮縮 我都覺得是非常之不錯的 而且用相機一沒有電就很糟糕了 它的電是要用回自己的充電器 不可以在街上無故充電 然後我就可能要用手機去拍 畫面會有少少不一樣 整件事是不漂亮 所以用那個Pocket Free 你是用平時的Portable 去充電完全沒有問題 只要你是有Type-C的線 就可以了 然後就說開充電器 告訴大家 我去旅行用的 就是會帶這個一大一小 它們是兩個不同的用法 第一就是大家應該不陌生 和你們分享過的一個無線充電器 非常之薄 好像卡片一樣吸收在這裡 電話就會自己開始充電 是不是很快就有反應 然後這個是5000mAh 這樣一路充電 一路繼續用 完全不會覺得聚手 很重 很不就手的感覺 然後其實它是有出到一個10,000mAh的版本 我也有 它一樣都是吸進去 但是你會看到它的厚度真的厚一倍 它就有個重量 我覺得它是沒有那麼舒服 用的時候 那我究竟是不是真的需要去到10,000mAh 然後我就有這個了 它的牌子叫Morphe 不要理會它這個模型 是這麼威武 這個很好用 雖然它很大 它和我的電話基本上是1比1 但是它是可以做到 真的充電到三次 我的電話完整 再加上它有兩條線 它用線充的話是非常之快的 如果我要充電 再加上我的相機這個Podcast 3 這個可以救到我全日的電量 例如它有一萬 它也好像是一萬 不知為何是不同的 這一部可能是充電到兩次的電話 多一點 但這一部是可以有三次幾 甚至乎四次的電話 我未必是有零 可能是二、三十再充電一次 去到一百再這樣的話 我真的覺得它的電量是很真材實料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如果是一萬 我會寧願放棄這個細部 然後就選擇這個 這麼大這麼實用的充電器 然後再加上這個 平時一直在用的時候 就一直這樣充電 我覺得是很方便 兩個都是非常之推薦的 之後再講起一些電的用品 就到它了 因為我經常都去日本 除了要有一些國際 很多個不同插頭的插座之外 我直接買了一個日本的插座 這個就是方便你去日本 或者台灣的朋友去得多 直接買 我在3コーン買的 1000日圓 它後面是很方便 有Type-C和平時USB插頭 你知道 酒店那裡不一定有USB 你又不想帶很大塊的插頭 這個是又輕便又小 我覺得是非常之不錯的 以這個價錢來說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就是講起一些線 我有跟大家拍片分享過 我忘記多久之前 我怕大家可能有些朋友沒看過 就可以講完這個 是無印的一個擺電線的收納器 很方便 看著 那就可以拉長 然後你要收納的時候 你不怕那些線又打擊 不知怎樣 巧來巧去 你只要這樣捲起來 它就已經收得非常之好 再加上它可以這樣退出來 就變成了一個手機架的角色 重點它是15元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加價 我那時候在香港的無印買 就是15元 簡直是便宜又好用 然後下個是媽媽給我的 挺有趣的 日本專用生紙包 這個我就不會說它是必用的小物 但是有它的方便程度 它後面有個位置可以讓你擺卡 然後拿出來 它就由一個收納器 擺到不同的日本生紙 我試過是用台幣 或者是韓國那些 都未必是可以配合到 但是它上面真的寫著 例如500日圓 100日圓 50日圓 這樣 然後每一格都可以擺到五個的硬幣 所以為什麼呢 我就說它是好用 但是不是必用 就是有時候 當譬如我有90日圓 有9個10日圓 它擺完五個 四個我都是把它就這樣 放回這個生紙包裏面 然後我就要用了這裡的生紙 才可以用其他生紙放進去 但是對於一些朋友 可能你不太熟悉日本的生紙的話 這個幫你計算是很方便的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很不平均 因為很少會有機會有500日圓 然後會有很多很多的10日圓 所以它這個每個只放五個的話 就有少少這個缺點 但是我相信我媽媽買都不會很貴的 它買到的我肯定是不會過100元 一定是那些二三十元的貨 好了 下一樣我還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很多人問我每一次旅行的時候 會買的一個電話卡 我用來上網的電話卡 就會是這個AirSIM 其實我都應該要買我下次去旅行的電話卡 我放了在購物車 就是日本 其實我去四天而已 但我會買一個五天的計劃 因為它沒有四天選擇 一是三天一是五天 就是4G mask 110元 它的好處就是第一次用你要插卡 然後以後都不用換卡 你不需要拿支針 刺完之後又怕自己把卡掉出來 在飛機那裡搞很久 它只要你以後在這個版面買回想去的國家的資料就可以了 它是包了30分鐘的電話 它有另一個APP 叫做AirSIM 按下去就會變成這個打電話的版面 我嘗試過是可以的 可以的 都順暢的 我去日本這個4G mask 它都不是無限速的 印象中都是一日一G 然後如果你說我真的要唱通無阻 它有一個是7日20G 對我來說應該挺夠的 但要250元左右 我就覺得有點貴 所以我自己都傾向在餐廳、酒店用WiFi 然後平時因為我要出Story 要上網、搞搞路 一擊就剛剛好 但我記得它是台灣 暢通無了真正的無限速 所以它不是這張卡有沒有限速 而是它看你買的計劃有沒有限速 你按進去裡面 然後每一個是看得很清楚 它是哪一個計劃、怎樣的限制 你就選擇自己對的去買就可以了 不需要教很多東西的 我也是跟回我去旅行那一天 那一天去開啟 然後你搭飛機去到那裡 開啟這張卡的Data Roaming 就算去到泰國、越南都不用設定 攪拌一下就攪拌到 我都覺得是挺方便的 但如果你說我去每一個地方都要暢通無了的話 可能就要自己真的每一次都要買一張卡 但我去過鴨寮街買一張卡 說自己沒有限速 然後我記得是韓國 我去到那裡是上不了網 上到一會 20分鐘之後上不了網 我就覺得它起碼是誠實 它說是一擊 一擊之後就真的慢 都做到它說的東西 最後一樣 還有 還沒完 就是一個衣物的壓縮袋 我自己是不喜歡用那些透明那種 即是捲捲捲 或者要買一個吸層機吸的 現在是很多這一種的壓縮袋 你看到現在是這個闊度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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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了出來之後 它是可以放到這麼多衣服 然後你放完之後 就是這樣一直壓著它 它是拉鍊這樣扣上去 然後呢 把它一路縮進去 非常之暢順 不會好像空氣那些我用過 這樣壓壓壓 好像可以 然後一放走 然後它又漲了 這個不是說那麼扁 它也有一個小小的闊度 但是在行李箱那裡 由這麼闊 去到這個 已經是幫你省很多位置 可以放你買的東西 所以我也是更加喜歡這一種的質地 它可以洗 然後又不會是那種 膠袋的紮紮聲 我就覺得這一種是比較好的 大家有興趣呢 日本的三款式 它有不同的尺寸 大家如果都是很怕自己帶了很多衣服 然後那些衣服已經去旅行的時候 用了行李箱的位置 不知道怎樣回來的時候 你可以不妨用一下這些衣物修納 神器去幫你省回行李箱的位置 好啦 那真的跟大家分享了 除了你們好想知道我拍照 究竟是怎樣用什麼腳架 原來是這麼方便 一個這麼扁 這麼小的卡仔 一個這麼小的圓形 就可以拍到漂亮的照片之外 都分享了不少的旅行好物 希望大家喜歡 亦都是覺得這個分享 是對你們去旅行的時候有用 大家這一陣子瘋狂去旅行 我也收到很多觀眾說 去台灣看我的影片 去日本看我的影片 多謝你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